即将开启的雷之仙界 是王林绝对不愿错过的副本 为了此次仙界之行 王林在清零星隐居十余年 不断完善神通道法 祭练法宝 然而 想要前往雷之仙界 必须要获得雷顶 因此王林再次干起了 抢劫夺宝的声音 许丽国对于这一切 很是看不上眼 看到王林不再关注自己 当即小心翼翼的退后 化作黑雾 欢快的在万里山峰内呼啸 只不过他却记得王林的话 不敢走出万里之外 渐渐的许丽国又觉得无趣起来 因为万里那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外界之人往往距离这里很远 便纷纷绕开 这让他很是郁闷 这一日 许丽国正极为无趣的飘来飘去 期待能遇到无意中闯入近来的凡人 正飞行中 忽然身子一颤 只勾勾盯着农屋外 兴奋的吼叫起来 终于有人来了 只见黑雾边缘之处 张星海正缓缓走来 旁边还跟着一个看起来 极为紧张的中年男子 此人修为同样达到了原因大圆满 中年男子颇为忌惮地 看了一眼远处的黑雾 低声道 爹 咱们真的要去吗 张星海沉声道 当然要去 为父寿缘僵尸 此行除了完成前辈的要求外 便是把你引荐给前辈认识 日后我归须 你便代替我 为前辈行事 以确保我张家香火永存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说道 可是爹 我听几个道友说 这前辈有些怪癖 一年多前就有几个道友为 没等他说完 张星海转身瞪了一眼 中年男子立刻收口 许立国好似游魂 瞬间临近此处 眼睛在这父子二人身上看来看去 喃喃自语道 不错不错 老的那个快死了 经不起老子的折腾 你家许爷爷就发发善心 把你的身子放过好了 至于那个小的嘿嘿 许立国眼中的兴奋越来越浓郁 目光居然有一丝隐血 眼看两人临近 连忙干渴一声 以一种正气凛然的语气 说道 来者和人抱上明来 张星海深吸口气 抱拳恭敬说道 晚辈张星海完成了前辈之事 求见前辈 许立国眼珠一转 说道 老的那个进来吧 我带你去见我家主人 张星海一正 犹豫了一下踏入黑雾中 刚一进去便感觉身子 不由自主地向前送去 不多时便来到山峰之上 狂风消散 一眼就看到了亡灵 连忙恭敬站在一旁 说道 前辈晚辈不负所托 已经把这清零星 所有凡人的怨气都收集了 说着 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枚枚玉剪 放在地面上 恭敬地退后几步 许立国送完张星海 立刻回到万里外 站在黑雾中 盯着外面的中年男子 黑黑笑道笑 娃娃来进来 别怕你家许爷爷给你点好处 看到那中年男子略有犹豫 立刻吼道 还不进来 中年男子一咬牙 踏步走进黑雾中 王林睁开双眼 神识在那些玉剪上扫过 立刻感受到其内的怨气 这怨气极为惊人 好似形成一股怨气风暴一般 王林缓缓地说道 很好 你带来之人 日后便是老夫在横云峰外的使者 略意沉吟 又从储物袋内拿出一粒丹药 扔给了张星海 然后说道 给你儿子服下 若他天资足够 说不定可以凭借丹药内的灵气 有一丝化神的可能 张星海脸露狂喜 连忙结果 真重地放在了怀里 感动地说道 谢谢前辈 王林摆摆手 再次说道 这怨气是虚无缥缈之物 还会再生 你张家日后 每隔数年 便要再去收取一次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尽可能的多种迟一些 张星海连忙点头称是 随后带着中年男子 离开了横云山峰 只不过其子 却是一脸恍惚 透出一股奇异 似乎还有些回味 至于许丽国 则被王林严厉禁足 若非所作之事 还不算太过不堪 王林甚至都想把他直接练划 许丽国一脸委屈 再也不敢偷偷外出 只是整日望着远处 内心颇为感叹的 不就是暂时融入其肉身内 占据之后 感受了一下 有了肉身的感觉吗 多大的事啊 王林没时间理会许丽国 把其禁足后 再次开始完善自己的神通 至于那些怨气 则被一一吸收 融入在黄泉之内 吸收怨气后 黄泉与之前立刻截然不同 渐渐有了一丝全魂的影子 时日匆匆 神通改善耗费了王林太多精力 虽说还没有全部成功 但在改善之中 不断体会第三步的方向 自身意境却渐渐提高起来 最终 在他来到这清零星的第十八年 生死轮回意境彻底圆满 再无半点瑕疵 这表示着只需先力足够 便可真正成为第一步巅峰修士 先欲还有一些 但却不知是否足够 不过即便不够 王林也打算喝下先夜 必须达到问鼎后期大圆满 盘登修到第一步的巅峰 王林抬头 看着天空 眼中露出冷冽之色 寒生说道 当年问鼎之时 古妖贝罗曾言 逆修之人会引动天罚 就是不止 如果有朝一日突破了问鼎第一步 达到了阴虚之境 是不是一样还会有天罚降临 准备妥当之后 王林来到清零星西北之地 将先欲组成一个庞大的阵法 随后盘膝而坐 闭目吐纳 将先气吸入体内 问鼎大圆满 对于问鼎修士来说 并非高顾可攀 但能达到这一步者 却并非很多 其原因不在异己 不在先欲 而在原力 王林的原力经过雷池修炼 已经达到与原神融合的极限 满足了最基本的要求 随着吸收大量仙气 正向问鼎大圆满接近 持续吸收一年后 仙玉全部用完 王林毫不犹豫拿出仙叶一口吞下 仙叶入体化作磅礴仙力 在体内纵横 把它修为向问鼎大圆满迅速推进 在王林来到清零星的第十九年 又八个月时 他终于问鼎圆满 回想千年前 横跃派下的小人物 此刻却达到修道第一步圆满 已然超过了当年的猪雀子 此时怕是朱雀心上 所有人都会不想象得到 接着 王林拿出仙笔 在身前随意画动 之前的极限是七笔符文 此刻七笔落下之际 再次画出了一笔 八笔符文散发出刺眼的精芒 如同炫扬一般 让人望之便会射去心神 王林目光平和 收笔之时 符文消散 原神也回到体内 半个月后 一道雷光从清零星上奔腾而出 雷光中 王林盘坐在雷兽背上闭目不已 清零星所有修饰 纷纷抬头 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 似乎那无形的压力 渐渐消失了一半 临走之前 王林带走了这十年 种植出的生鲜果 以及另一批怨气遇见 黄泉内的全魂 已然有了凝聚苏醒的痕迹 王林离开这个居住了 近二十年的清零星 等取了雷鼎后 自然还会回来 因为从这里去雷之仙界 会更安全 想要去雷之仙界 就必须要有雷鼎 但罗天星域与联盟星域不同 雷鼎并非散开 而是统一出现在雷仙殿 由雷仙殿 根据各个修真家族的实力 分发一致数尊不等 眼下距离雷之仙界 开启时间 只有三个月 正是各个家族 获取雷鼎之时 王林心中已有决断 既然没有雷鼎 那就抢一个好了 实际上若是寻找深宫虎 或许也肯拿到雷鼎 只是深宫虎修为太高 若与之相见频繁 说不定会露出破绽 所以王林不想去找此人 进入雷之仙界的修士 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是踏入了第二步的修士 毕竟踏入第二步者 并不多 绝大部分进入者 往往都是处于 应变于问鼎修为 王林根据深宫虎留下的预解 找到了一处修真心 此星的修真家族有两个 每一次雷之仙界开启 两个家族都会获得一两个雷鼎 而且这两个修真家族内 没有人修为超过问鼎圆满 来到这修真心后 王林神识一扫 看出这星球上 两个修真家族的强者 均都不在 于是便飘在星空中 闭目打坐 时间慢慢过去 在距离雷之仙界开启的前一个月 王林前方十多道 长红如流星般呼啸而来 这十多个修士中 只有一人达到了应叙境界 其余者都是问鼎与应变不等 他们呼啸而来 却在不远处止步 目光瞬间落在拦路的王林身上 应叙老者上前一步 仔细打量了王林几眼 沉声道 这位使者大人 来我圣谈星不知有何事 王林睁开双眼 缓缓说道 你某可是举雷顶而回 老者神色一动 说道 不错 使者大人有何事 还请明说 王林平淡地说道 我需要一个雷顶 老者望着王林 许久之后笑了起来 狂傲喝道 此次去雷仙殿 便听闻有冒充雷仙殿使者出现 原本还以为是荒谬之谈 今日看到你这小辈 老夫已然确定 你就是那假冒之人 王林神色如常 平静地看了老者一眼 老者冷笑道 雷仙殿使者 哪一个不是拥有大量的衣服修真家族 区区一个雷顶 想要获得极为简单 况且 这罗天南域内 所有的雷仙殿使者 老夫都见过 你却是极为陌生 更重要的是 此次雷至仙界开启 所有的雷仙殿使者 都聚集在雷仙殿 一直到雷至仙界开启 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王林点了点头 不再废话 身后蓄影一动 先为傀儡顿时一拳轰击而出 老者神色一变 冷哼一声 右手掐绝向前一指 一道黑色火焰幻化而出 化作无数艳点弥漫四周 先为傀儡任凭艳点落在身上 速度更快来到老者身前 一道气龙破空打出 老者面色微变 身子立刻退后 双手掐绝 一道火焰盾出现在身前 先为的拳头 落在火焰盾上 发出一声巨响 火焰盾立刻出现裂纹 瞬间崩溃 老者面色苍白身影速退 至于先为傀儡 也是被反正之力震退束 王林神色平静 望着老者道 我只要一个雷顶 老者盯着王林 内心有些为难 若是王林修为达到了第二步 或许就答应了 毕竟此次家族 获得了三个雷顶 送人一个也不是不可 但眼下被一个问鼎 大圆满修是所要 直接交出 却是让他脸上挂不住 那么应许老者会向王林妥协吗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